2024除夕倒计时 十项传统活动 共度团圆时光 2024年的除夕是农历腊月30 即2024年2月9日 星期五 在除夕这一天 一些传统的活动和习俗 包括团聚家人 吃团年饭 贴春联 手碎等 你还可以向长辈拜年 观赏烟花爆竹 以及享受美味的年夜食物 祝你新年快乐 1.团聚家人 是除夕最重要的传统之一 这一时刻强调家庭团圆和亲情 家人通常会在这一天 努力聚在一起 共同迎接新年的 到来 这包括远道而来的亲人 尽可能全家团聚 在这个特殊的夜晚 人们分享着过去一年的点滴 交流彼此的心情和经历 这也是一个表达感激和关爱的时刻 家人之间传递着温暖的问候和祝福 共度除夕的时刻通常充满欢笑和温馨 成为家庭成员间强烈联系的象征 除夕团聚还伴随着丰盛的年夜饭 人们围坐在一起想 受美味的菜肴 共同品味过去一年的努力和欢乐 这一时刻也常常伴随着 传统的仪式和活动 如拜年 看春晚 守岁等 使得整个家庭 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总体而言 团聚家人在除夕夜市 中华传统文化中 一个强调人际关系 感恩与和谐的重要仪式 通过这样的团聚家庭成员 共同迎接新年 希望未来充满幸福健康和顺利 二 吃团年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除夕夜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事之一 这一时刻 家人聚集在一起 共同品尝丰盛的年夜饭 寓意着希望来年生活 丰富美好家庭幸福安康 年夜饭通常包括各式各样的菜肴 这些菜品在烹饪和摆盘上 都有着独特的寓意 例如 鱼通常代表着年年有鱼 寓意财富充裕 年糕则象征着步步高升 寓意一年比一年好 火锅是一种常见选择 有着团圆的寓意 家人共同为坐在火锅旁 共享温馨时光 此外 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年夜饭菜肴和习俗 无论是北方的饺子南方的年糕 还是其他各种传统 小吃都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风味 吃团年饭不仅仅是一顿美味的晚餐 更是家庭团聚的象征 是亲情和友情的结晶 在共同享用美食的过程中 人们传递着对过去一年的感激 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这一传统仪式通过食物的交流和分享 拉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纽带 为新年的到来营造出温馨而欢乐的氛围 三 贴春帘是中国农历新年传统的习俗之一 主要体现 在除夕夜 春帘通常是一对对联 写有寓意吉祥幸福繁荣的吉 详话语 通过文字表达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期许和祝愿 这些春帘通常以红底金字为主 因为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锐气和好运 金色则寓意富贵 家人会精心挑选或自行创作春帘 选择一些富有诗意和美好寓意的文字 以其在新的一年里带来好运和吉祥 贴春帘的位置通常是在大门两侧或屋内显眼位置 门帘写在门框的两侧横梯写在门头正上方 这样一来 当家人和亲朋好友走进家门 就能第一时间感受到新年的祝福和喜庆氛围 这一传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 更是一种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 通过精美的春帘 人们传达对健康幸福和繁荣的渴望 同时也传承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整个贴春帘的仪式也是一种家庭准备迎接新年的方 是 为新的一年带来吉祥和祝福 四 守岁是中国农历新年的传统习俗之一 特指在除夕夜的午夜时分守夜 等待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一习俗远远流长 寓意着辞旧迎新 驱走斜岁 祈求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吉祥如意 在守岁的过程中家庭成员通常会聚在一起共同度 过深夜 有的家庭会设立一些小型的宴会或活动增加欢乐分 唯 也有一些家庭选择在家中宁静的守夜进行祈福和末 末祷告 守岁的习俗中烧爆竹焚香祭神也是常见的做法 烟火与烛光在午夜的时刻点亮象征着辞旧影心 希望将一切不好的事情都燃烧殆尽 迎接新年的好运和希望 守岁的时候一些地区还会有舞龙 舞狮等传统表演为守岁增添一份喜庆的氛围 同时一些家庭会准备一些象征好运的食品 如糖果、瓜子、水果等 供家人共享寓意新年甜蜜丰收 总体来说守岁是一种家庭团聚 祈福吉祥的传统仪式通过守夜的方式迎接新年 人们传递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 同时也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与时间 自然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观 五、向长辈拜年是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的一项重要传统 这一习俗强调尊敬长辈传递祝福 体现了家族关系和社会礼仪的重要性 以下是详细内容 拜年仪式 在农历新年期间 晚辈会提前准备祝福的话语 然后在除夕夜或新年初一前往长辈家中拜年 这一仪式中通常包括双手和食 恭恭敬敬地住院长寿 健康吉祥如意等吉祥话语 尊敬长辈 拜年不仅是一种表达祝福的行 是 更是对长辈的尊敬和感激 在拜年过程中晚辈通常会称呼长辈的名字 并以恭敬的态度表达对长辈的尊重 传统礼仪 在拜年时晚辈通常会赠送一些小礼物 如水果糖果或其他新年礼品以表达对长辈的敬意 和感激之情 这些礼物既是对长辈关怀的回馈 也是一种传统的文 画习俗 红包习俗 除了拜年春节期间 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 就是长辈会给晚辈赠送红包 红包里通常包含一定金额的钱 象征着财富和好运 这个习俗也被称为压岁前寓意着驱邪避害 让晚辈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 总的来说像长辈拜年是一种传统的家庭礼仪 通过这个仪式家庭成员之间传递了亲情 敬意和祝福同时也促进了家庭的团结和和谐 六观赏烟花爆竹是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的传统活动之 一是为了在新年的时候营造喜庆热闹的氛围 以下是详细内容 庆祝氛围 烟花爆竹是春节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庆祝元素之一 它们的绚丽多彩 震撼的声音常常能够将新年的欢乐氛围推向高潮 为人们营造出一种兴奋和愉悦的氛围 辞旧迎新 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 起源于古时驱邪必获的仪式 通过烟火的绚丽和爆竹的声势 希望将一年的不祥之事烧毁驱逐 为新年的到来铺平道路象征着辞旧迎新新春蓬勃 的希望 家庭团聚 观赏烟花爆竹往往成为家庭团聚的一个亮点 家人们聚在一起在夜空中共同欣赏烟火的美妙瞬间 分享喜悦和温馨 这也是一种增进亲情友情的社交活动 民俗活动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庙会和节庆活 洞中 人们常常安排烟花表演吸引着大量的观众参与 这些烟花表演不仅是视觉的盛宴 更是文化传承和社会交流的一种形式 艺术表演 现代烟花表演已经发展成为一门 艺术 通过精心设计的烟火编排 创造出形态各异绚丽多彩的视觉效果 为观众呈现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 尽管烟花爆竹在一些地方权和环保原因受到限制 但其在传统和文化上的重要性仍然使其成为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人们带来欢笑和美好的回忆 7.祭祖祈福是中国农历新年 区间一项重要的传统仪式 通过这一仪式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感恩之情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仪式庄重 祭祖祈福通常在新年的初一或初二举行 这是一个庄重而神圣的时刻 家庭成员齐聚一堂按照一定的仪式和步骤 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 祭祀用品 在祭祖仪式中 人们通常会准备一些祭祀用品 如鲜花香烛水果和食品等 这些物品代表着对祖先的敬意和祝福 烧香拜祭的仪式有助于传承 家族文化和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 磕头行拜 仪式中晚辈会磕头行拜 即跪地磕头 向祖先行礼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谢意 这一传统行礼形式强调了家族 中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尊重和传承 祭文祷告 家族中的长者通常会朗读祭文 表达对祖先的思念感激和祝福 这些祭文往往包含对过去一年家族的回顾 以及对新一年的期许 祈福愿望 在祭祀仪式中 家庭成员也会借此机会表达对祖先的祈福愿望 希望祖先再来世安享幸福平安 也祈求祖灵必有整个家族平安顺遂 家族传承 这一仪式有助于家族文化的传承 通过参与祭祖祈福仪式 年轻一代能够了解并尊重家族历史 继承和传承祖先的智慧和价值观 祭祖祈福是一个凝聚家庭的重要时刻 通过传统的祭祀仪式 人们在新年来临之际 感受到家族间代代相传的情感纽带 同时也为整个家族祈愿来年的繁荣和幸福 8.扫尘除旧岁是中国农历新年前的一项传统习俗 旨在通过打扫卫生清理旧物 为新年的开始创造一个清新整洁的环境 以下是详细内容 卫生整洁 在农历年末 人们通常会进行彻底的卫生大扫除 包括清扫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擦拭家具窗户等 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去除灰尘 也有着驱逐旧岁晦气迎接新年好运的寓意 清理旧物 人们借助这个 实际清理家中不再需要的旧物 整理衣柜书房等地方 以清理出更多的空间迎接新的一年 同时清理过程也被视为去除不祥之物 就是旧念的象征 换新装修 一些人还会考虑在 新年前进行家居装修 或更换家具摆设 以期在新一年中带来新的氛围和好运 这也是一个在家庭中 焕发新生活新精神的时机 驱邪驱逸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扫尘除旧岁不仅是物理上的整理 也有超越物质的寓意 人们相信通过清理居住环境 可以驱除厄运疾病和不祥之气 为新一年带来吉祥如意的开端 家庭团聚 这一习俗也常常 成为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活动 大家一同动手清理 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 同时也加强了团结和合作的意识 总体来说 扫尘除旧岁是中国 农历新年前的一项重要活动 通过清理卫生和整理家居人们 不仅为新年的到来 创造了一个清新宜人的环境 同时也在精神上准备迎接新一年的希望和机遇 9.穿新衣是中国农历新年传统的习俗之一 通常在新年的初一或初二 这一习俗有着象征新气象新开始的深层寓意 以下是详细内容 象征新意 穿新衣是为了表达对新年的期许和对未来的美好展望 新衣物代表着新的开始 寓意着新一年的希望和活力 持旧迎新 在传统文化中 人们相信穿新衣可以持旧迎新 有助于摆脱旧岁的一切晦气 展望新一年的幸福和顺利 这种新衣物的更替 也被认为能够驱邪避邪 为新年带来好运 祭祀活动 在进行祭祀祈福仪式时 人们常常选择穿上崭新的服装 以展示对祖先的尊重 同时也代表对祖先祝福的美好愿望 增添喜庆氛围 新衣物的选择通常注重 颜色的锐气和图案的吉祥 如红色金色等是常见的选择 因为在中国文化中 这些颜色通常象征着繁荣富贵幸福安康 家庭团聚 一家人共同穿上新衣物 也成为家庭团聚的一部分 这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 使得整个家庭在新年里洋溢着温馨的氛围 社交活动 在新年期间 人们常常参加拜年走亲访友等社交活动 穿新衣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衣物不仅仅是对自身祝福 也是展示自己对他人的尊重和祝福 穿新衣是一个在新年期间传统的令人愉悦的习俗 它不仅是一种装饰和仪式 更是一种积极的心理预期 为新年的开始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 十 享受美味年夜食物是中国 农历新年的一项重要传统 年夜饭通常是家庭成员共同品尝的一餐 象征着团圆和美好的祝愿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丰富菜肴 年夜饭通常包括丰富多样的菜肴 涵盖了各类食材和烹饪方式 这些菜肴既有传统的地方性特色 也反映了家庭的口味和习惯 象征寓意 菜肴的选择往往寓意着不同的吉祥寓意 例如鱼通常代表着年年有余 寓意财富充裕 年高则象征着步步高升 寓意一年比一年好 家庭团聚 年夜饭是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一个活动 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分享美食增进亲情 这一时刻也是家庭成员间感情最为浓厚的时刻之一 传统美食 年夜饭中通常会有一些传统的美食 如饺子年糕炖汤等 这些食物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也是寄托着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欢乐氛围 年夜饭是一场欢乐的盛宴 人们在享受美味食物的同时 也表达了对新年的美好期许 和对过去一年的感激之情 这样的氛围使得整个家庭 更加团结和融洽 饮食文化传承 年夜饭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之一 家传的烹饪技艺和家族口味在 这一顿大餐中得以传承和展现 年夜饭是一个家庭欢聚的时刻 人们在美味佳肴的陪伴下 共同度过除夕夜 拉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为新年的到来带来了美好的祝愿 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这些传统习俗为我们带来了温馨喜庆和祝福 无论是团聚家人吃团年饭还是贴春联手碎祈福 这些活动串联起一个家庭一个社区 成为了传统文化的珍贵一环 愿这些习俗在新年里为您带来幸福健康和美好的时光 祝您新年快乐 愿您每天的微笑 都应关注我而更灿烂 愿您的人生之路 应懂得处事待人之道而更坦荡 感谢您的关注 与您同行 直至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